本身這條影片我打算趁今天放假 然後早早地拍了 誰知吵到現在五點鐘了 工人們都休息了 真的辛苦了 雖然沒有了天然光 但是也有燈的附上 計算上一次的口蜜推介之後 其實到現在 一直都用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事不宜遲 我們來到2024年的第一次口蜜推介 如果有留意我的朋友 都會知道我有這個濕疹的問題 這兩邊的手這個折位是最嚴重 我覺得右邊是更嚴重的 總之我一長時間摺住了這隻手 可能天氣熱一點 個人緊張 心情不太好 然後它就會直接反映在我的濕疹 有個濕疹問題的朋友 應該都明白那種苦惱 就是它會在一些最不應該的時刻出現 個人有沒有好醋 塗什麼都好像不行 其實我中間看過大約三次的醫生 醫生除了開口服日之外 其實都開了類估唇 還有一些普通的奶油給我塗 但是塗那麼多的類估唇是不好的 那的確很快就會止癢 但是相對上呢 我都覺得這個皮膚的屏障 是真的薄了很多 但是你問我塗完之後有沒有方法得好 又沒有的 那我盡量都不會給自己 塗超過三天的 重新一次 這個是我的方法 每個都不同的 就找回它自己的方法 去令自己舒服一點 那個就是你的最好方法 那我的最好方法呢 就是用雷固唇 如果我早上起床又或者我不想塗雷固唇的時候呢 我就想起了這一支的藥膏 各大的藥房都會買得到的了 就是AD軟膏 那它就是一個牙膏的妝 如果初初痕 又或者皮膚有任何痕癢 蚊叮蟲 我覺得AD軟膏呢 是真的很舒服地會幫你舒緩的 所以未去到濕層那些那麼厲害 那這個時候呢 我在台灣找到就是他的朋友 AD羽液 譬如有時皮膚太乾啊 皮膚癢一癢那些 塗這個呢 都會很快就會舒緩到 基本上你當它這個是cream 但是因為呢 它的價錢 再加上它的size 不適宜 你真的當日上bodycream全身那樣塗 這樣是很貴的嘛 另外牙膏妝那個呢 就是讓你好癢啊好癢啊的時候呢 那就塗下去 它就很快舒緩了 但如果 你真的太癢 那我就會塗AD軟膏打底先 然後呢 我就會再拿強力毛鼻膏S 那我就會在面上呢 輕輕塗一會 我發現呢 這兩隻混合起來呢 對我的濕層呢 有幫助啊 至少不癢啊 第二呢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部 You like 脫毛肌 又是啦 留意開我的朋友呢 就會知道呢 其實大概18歲開始呢 我已經去一些美容院那些 做一些永久脫毛啦 但回想回以前呢 手手腳腳那些呢 都還好 但是呢 當脫到去 比堅尼位置啊 胸口啊 一些敏感一點的位置呢 怎麼都會有尷尬的 我本身都是一個毛髮 比較茂盛的女生來的 那我加拿大呢 我差不多足足做了十幾次 十幾次之後呢 現在才叫做脫光啦 但是呢 隔中右手邊呢 還會有一兩條 會突然之間 出來說 hello 再加上呢 其實我全身呢 還有很多地方呢 一些細胃 我還是很想脫掉它 但是特意出去 然後處理這些細胃呢 我又懶哦 再加上過人羨慕 我是真的很羨慕的 所以這一步的出現呢 是福音來的 有時你出去 可能脫完一些大範圍啦 但是你回到家 譬如一些手指啊 腳趾啊 或者你出去脫完之後 它還有一些毛髮 還會生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用特意去美容院 你就可以在家裡 用一部家用脫毛衣 你就搞得定了 這一部呢 就叫 you like啦 它是粉紅色 超可愛啦 我就覺得很漂亮啦 而且它重量呢 亦都不重的 給大家看看它的頭啦 它的頭呢 其實是一個蘭寶石的 冰點頭的設計啦 這個冰點頭呢 就是可以在你脫毛的過程之中呢 就立刻可以幫你的皮膚 做到快速的冷卻啦 完全呢 就可以避免到皮膚會有 痛的感覺出現啦 亦都不會灼傷我們的皮膚啦 所以脫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感覺到涼涼的 不會痛的感覺 不過我也知道 有很多人呢 是真的因為怕痛 不去脫毛的 不要說比堅尼啦 就是連脖底 手腳他們都害怕 這一部呢 其實你皮膚就算比較薄啦 又或者你會有敏感皮膚的朋友 都可以用得到的 其實呢 它這麼細細部啦 但是它的原理呢 是跟你出去脫毛機呢 是一樣的 我記得呢 它是源自這個韓國衣美的脫毛技術啦 總之你Regular用它呢 你就可以做到永久脫毛的效果啦 一開始用的話呢 大約頭一個月啦 我自己呢 就是每個星期呢 就用兩至三次 去到第二個月呢 你就每個星期 可能一兩次 視乎你本身的毛多不多啦 但若果呢 打到兩個月呢 其實它還有毛毛會生出來的話呢 之後呢 就每個月用一次就行了啦 你就算不打了 如果它都沒有毛毛生出來呢 其實呢 就已經是成功來脫毛啦 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可怕的毛毛後續保養的工具 特別是呢 我這些手指位 那還有呢 這些唇毛這些位啦 面毛啊 有些女生腳趾呢 都會有一些毛毛啦 然後肚子呢 肚前附近都會有一些毛毛啦 甚至乎是我們的Linit啊 那這個時候 這些那麼鬼暑的位呢 你就在家裡 直接用它呢 就可以搞得到 還有 有了它之後呢 有一個呢 Side Track來的 就都幾個人 就是可以增加一下情侶的活動啦 你要明白 男仔現在都很需要保養的嘛 那這個呢 其實我也有跟男朋友玩的 那我也有脫到他的腳板上面 有一點點毛毛啦 那那些毛毛呢 就都是用它呢 就選擇了 所以現在呢 這一部呢 是給我來保養的 但是對於Ronald來說呢 就真的是脫毛肌來的 好3 2 1 GO 交給Ronald 這一個呢 是他裡面呢 有一個剃毛器這樣 那呢 現在呢 就是要剃毛先啦 因為其實呢 我很想跟你試臉豬燈的 因為你真的很需要 特別一點 這些位置你也很需要 但是你因為呢 為了給大家明顯一點呢 這些手指毛呢 超明顯都會 大家記住 就算出去脫毛 還是家裡 都是要剃的 才可以脫的 我好少幫人剃毛的 那我們現在終止呢 就已經脫了毛了 跟著之後就打的了 首先呢 我們就拿著它啦 然後就按開機 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選個度數啦 手指這些幼的毛呢 我們就按一檔啦 但是如果譬如說 加拿大啊 又或者譬如要粗一點的毛呢 那我們就要強一點 就按多兩三拍 二檔或者三檔 這些那麼嬌緣呢 其實就是一檔就OK的 那好了 我們來囉 那跟著呢 要確保呢 它是接觸到我們的皮膚呢 然後你會看到它呢 對啦 有沒有呢 已經著了燈了 很緊張 但是這個之前呢 不可能先戴上一個超 平時呢 如果這個人的位置 就自己戴超 是不是時髦啊 很時髦啊 很時髦啊 把這個頭呢 放在手指 就是 就是放在皮膚的上面 這個頭放到它著燈 那即是它已經準備好了 是可以打的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按個按鈕啦 哇 它已經做過第一次 怎樣了 很冷啊 冰涼涼 啊 其實呢 我打了三下呢 你見不見到 它是紅都沒有紅 沒有什麼感覺啊 是啊 其實我們只要堅持呢 在家就可以做到一個永久的脫毛啦 只要我呢 幸好呢 就有一個月前呢 拍了這個前後對比 我就保持著每個星期 用第二天兩三次 第二個月呢 我就每個星期用一次 去到現在第三個月 其實都沒有毛毛了 已經 如果你有毛髮上面的困擾呢 其實我覺得真的可以買一步開門口 還有它的官網呢 其實現在正在做優惠 如果大家對它有興趣的話呢 就歡迎呢 下到下面info box 今天我的所有東西呢 我都會寫在下面info box 方便大家呢 一 clip呢 就可以買得到 完 下一件就是我每年前呢 其實都介紹過的 就是礦物粉啦 對 我知道 礦物粉這件事呢 已經出現了很多年了嘛 沒錯 我想這幾年啦 你看到我真人的時候呢 我也是在用這一陣子 我的妝呢 盡量收得有那麼少 得那麼少 薄薄的上一層礦物粉 然後遮小黑人圈 就完成底妝了 沒錯 就是它 超好用 我覺得 我用過很多不同牌子的礦物粉 但是我覺得它的遮瑕度是最舊的 而且它也有透度感 所以真的在網上呢 經常都會有很多人說呢 就是用礦物粉化妝 你不用下妝的Katakura 但是千萬不要 就算你全面都用礦物類型的彩妝 也拜託拜託 清潔 是皮膚好的最重要一環 清潔得好 可以做個保濕 你的皮膚自然就會好 還有一個我也很喜歡用它的 就是它的Base 它有三種不同的顏色的 我自己因為皮膚偏紅一點 因為我敏感底 所以我就會用紫色的這隻顏色 幫我的皮膚呢 按紅下來 之後就會更加好上妝了 今天的這個妝呢 我的底就是靠這兩樣東西就做了 只用這兩個就很容易 就可以掃到一個透薄的底妝啦 下一個呢 就是 我也用了很多支的東西 就是阿Fan的抗敏精華 之前呢 我片其實詳細 怎樣塗 或者它們有些什麼功效 也有全部詳細說過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這條片看 我是很容易就會敏感 那譬如如果我塗一些東西 多一點點香料啊 我只有一點點 我就會全臉一塊一塊紅色 但是前一段時間 開始塗它之後呢 的確又好轉了 洗完臉 第一樣我就是塗它 塗了抗敏精華之後呢 我才塗其他東西 例如這個保濕精華呢 其實都很好用 我特地留下這張呢 就是為了拍這條片 所以這一個呢 就像我男朋友 如果開車那我就會叫他 你是不是要急拍車票啊 然後我就會叫他 他買來買 幫我買了兩支呢 最後一件呢 就是防曬了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支防曬 我大約去年的時候呢 我一次過就買了四五支 那去到現在呢 我又用完最後一支了 一開始跟他的相遇呢 就是丁丁寄給我 好老實講 大約幾年前呢 我是一個不喜歡塗防曬的人 塗完防曬 就算沒有化妝 然後我又要下妝 然後我覺得很煩 但是日子來後就發現不防曬 皮膚可以很糟 例如我的色斑 越來越嚴重 還有皮膚真的會容易傷到那些 再加上就是我經歷了 富士山一戰之後 回來香港之後 更加努力塗防曬 而且我會補防曬了 現在 啊好厲害啊 那這一支防曬呢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用 它的質地非常清爽 我拿過歷史上 用過最清爽 最light 最舒服的防曬 就是它 它是沒有負擔到呢 你會覺得我好像一塗完 就塗了一隻 然後塗了進去 有時候呢 化妝前呢 我就會用它做Base 如果大家想買一支非常清爽 沒有負擔的防曬呢 我是很建議大家去試一下這一支 它也是上網就可以買得到的 價錢也不貴 大家有興趣的 歡迎在下面info box 都是click進去就可以直接買到 以上就是我的五月好物推介 還想看我介紹些什麼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每一個留言都會看的 還有我今生育的深度tour 即將累了 發現了一些什麼好 有些什麼是不應該做 還有還有我的廚房的深度介紹 這個我也很想介紹 我實在太滿意了 我記得youtube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片 大家記得subscrib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